你现在看到是玻璃裂开的瞬间 玻璃裂纹每秒可以传播上千米 而你必须要使用每秒4万帧以上 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之中的细节 那2021年我们花光了预算 买过一台Phantom T1340摄影机 当时你也许记得 我们用它拍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也赚到了比较多的收入 但随着拍摄越来越复杂 我们今年想着再升级一下高速系统 于是我们卖掉了T1340 换上了这一台剧种T4040摄影机 这应该也是我们公司目前最贵的摄影机 那这时候你肯定要问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迭代它 那答案就是这类设备 其实它是一个投资的东西 我一直想讲 它的收益很稳定 只要你有持续的项目 应该就能够有收入 那比如这一次 莱芬就找到我们 带着全新上市的直线网夫式T恤刀T1 Pro和P3 Pro 这两款产品都搭载了莱芬自研自产的高速直线电机 想要挑战一下我们这台超高速的Phantom 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 借这个机会 来给你拍拍各种有趣的现象 来看一看这台相机 也许你不一定会买 但是你该会感兴趣的 到底有什么强大之处 首先我想跟你讲一下这个设备制造商Vision Research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他们制造的高速机不仅服务于电影拍摄 在科研行业也有更广泛的应用 所以在各种实验室和测试场景 你只要看到一个白白的机身 大大的一个 那很大概率就是这个logo 也就是Phantom摄影机 那你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只有这家叫做Vision Research的公司 能够做这种这么高速的摄影机呢 他们可以拍摄上万帧的帧率 这是因为他们为它设计了更高并行度的 一个叫做ADC的东西 来进一步提高它的输出带宽 它传感器最大分辨率是2560×1664 其实还没你家电视或者显示器的 非常垃圾 但是这个规格之下 它可以拍摄9350帧每秒 常规电视每秒只能播放60帧画面 它拍一秒钟素材 你的电视上可以播两分半钟 拍十秒钟就可以播放25分钟 非常夸张 但是这还只是个起点 这Phantom我对它的形容就是 它是一个超级赛亚人摄影机 只要你愿意去降低分辨率 然后改变一下它的画幅比例 每多裁切一点 自损800 它就可以爆发更强的实力 24000帧 3万帧 而当你裁到2560×128 这么窄窄一条的时候 它每秒钟可以记录11万帧 你看 这个是开头玻璃的碎裂 我们再慢下来一点 是这样的 虽然这动辄能拍10万帧 这看起来真的很爽 但是调整完参数之后 你要是直接拿起来拍 你会发现这个摄影机的画质巨蓝 噪点起飞了 这是因为这个相机必须有个关键的步骤 叫做黑平衡 别的很多常规的民用相机 它会自己在机内完成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相机完全是手动的 在录制线边上会有个黑平衡按键 每次调整完参数 你都得手动去按一下 校准之后 你才能得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画面 但是哪怕你做完了黑平衡 它画质也不能好到哪里去 我们给它做了标准的相机测试 它的动态范围测出来 只有7档出头就是是的 就是这台巨贵无比的相机 虽然录制的是乌鸦缩的RAW 但是动态范围和色彩 甚至是不如你的手机的 比如说iPhone或者Vivo 或者这些有log的手机 都打不过 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过曝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人体工学 虽然这个相机不存在 真正意义上的人体工学 它就是一个公共电脑 所以说它所有的设置 都是平铺在外面的 然后你只能旋转这么一个旋钮 去切换并且翻页 只要一开机 不管你有没有录制 这个相机的功耗 直接就是150W起步 风扇拉满机身温度 能够上到五六十度 非常的烫 所以这方方面面看下来 感觉它都很糟糕对吧 但是这一切的目的 其实都是为了记录到更高的帧率 一旦我们放慢时间 那确确实实这个相机 能呈现给你的画面 使其他很多设备都看不到 在这放慢的0.1秒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来分剃须刀电击的工作细节 能看到外刀网之下 有一层内刀头在以非常高的速度往复运动 那拆开刀网之后你会发现 它的内刀头截面是这样一个蘑菇头的造型 这样它拥有了更大的剃须范围 侧面也能够剃 我们把被截断的胡须放到显微镜下 能看到胡须截面干脆 没有拉扯的痕迹 那要实现这么好的体验 不仅要依靠优异的刀组 我们卸下刀头拆开机身 在T1 Pro内部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模块化电机 通电之后是这样的 来分采用了扁线绕组电机 实现了更高的草满率 动力更强 能够以每分钟12000次的频率往复运动 那来分告诉我们 这个电机的性能可以达到每分钟15000次 但在综合考虑了振动 舒适度和噪音之后 它们特地调低了一些频率 那P3 Pro上面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个透明探索视窗 你可以直接看到扁线绕组电机 开机后 只能看到电机和金属片微微的虚影 但在放慢之后 你会看到两组电机在交替摆动 驱动刀头 这也进一步抵消了极其的震受感 那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有很多其他的品牌 想要成为Phantom的这个竞品 那确切实实 甚至有国产的相机 比如说Pixboom 最近刚刚发布 那还有行业里面 目前已经比较泛用的叫做Amber的一个摄影机 它更小巧易用 能够拍摄5K600帧的素材 能够满足样片日记 还有巨多多这类需求 那为什么Phantom这么多年还能占据一个领钱的位置 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呃我们研究了一下 虽然它卖的这么贵 确实没有特别大的道理 但是呢 这个Phantom除了CMOS传感器 它后面的数据处理管路 还有存储确实还是有一些高明之处的 可以给你分享一下 你想 它每秒钟能够产生60GB左右的素材 这相当于库克出的iPhone16 128GB乞丐版 只要两秒钟 这个手机就满了 2TB的SSD硬盘也只要半分钟就全部塞满了 它们俩都没法持续这么快的写入 要是录进卡里面这整个数据链路 直接就炸什么素材都录不进去 所以要做这么快的存储的东西 几乎只有一个叫做内存 也就是说在录制停止之后 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快的内存 把它烤到我们的硬盘 也就是我们的卡里面 所以一次能拍多长 取决于这个内存有多大 我们这台是128GB的配置 在2.5K 9000Gbps的规格之下 那就像刚才说的 这台相机最多 只能拍摄了两秒钟的时间 这个相机它的极限就是两秒钟 拍完之后就需要把素材烤出来 然后清空内存 然后再去拍它 如果你要问 有没有可能我们想拍得再久一点呢 那当然可以 在128GB之上还有一个256GB的配置 那为什么影视巨峰没有选择更高的配置呢 一来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时候这就已经够用了 其次是因为这家128GB的内存还要贵上30万 不仅如此 它的存储卡 这么一张2TB的要卖你20万 我们在拍项目的时候遇到过卡突然坏了 素材考不出来没法录制了 光是修卡又要花你3万块钱 这太离谱了 但是这也不全然你说它是为了坑钱 就Phantom它有个比较独特的特点 就是这个相机 它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录制的这么一个概念 只要你启动它 它就无时不刻都在记录素材到内存里 不断的刷新 只有你按下录制键之后 才会把这一小段素材给固定下来 然后你再回看内存里素材的时候 可以精确的打点再存到这个卡里面 那这么设计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可以节省存储空间 同一张卡可以拍摄到更多镜头 第二是我们可以记录到按下快门前面的素材 这对抓拍随机瞬间会非常有用 那我们用Phantom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有时候这个相机拍的有点太慢了 会慢到画面完全静止了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高速摄影的项目 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就是到底多少帧率适合拍什么东西 那像格莱美这样的镜头 1000帧配合机械臂 效果已经非常不错 闪电或者水球炸开 3-6000帧就能拍到很多细节 我们还尝试过拍摄很多化学实验和物理现象 那一旦你的帧率达到上万帧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特别重要 就是它需要大量大量的光 因为每帧的曝光时间真的太短了 特别是很多号称无频闪的灯 在每秒5000帧以上的时候 它都会有对应的闪烁 所以我们最后发现这类相机要拍 几乎只能借助太阳才能拍到没有闪烁 并且正确曝光的画面 但是如果没有高速摄影机直接拍各种各样的灯 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你看这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灯泡 但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叫做美丝灯泡 你可能在老电影里面看到过它的身影 我们放慢时间 它在通电的一瞬间 每四点亮 火花传地 燃烧出剧烈的火光 最后再重新归于瓶颈 而这个是霓虹灯我们以前也拍过 你能看到温暖的光被放慢之后 光团跟着灯管缓慢的流动 并且能看到灯在慢慢的亮起和暗下 这就是平时我们拍摄最头疼的平闪 那当帧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哪怕是我们常见的白质灯 你看这个画面也不会觉得它在闪 对吧 因为平闪本身也已经被放慢了 那最有趣的一点是 我们测试的时候拍到了摄影灯 这样一张LED的白光灯 但在这个4万帧之下 白色会变成彩光的流转 那么推测 这是工程师通过算法和控制彩光的比例 来实现最佳的显色表现 但在现实中 你自己是不可能意识到这白色的灯 背后有这么丰富的色彩的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拿到了T4040之后 对这个机器的上手还有个尝试 希望能给你一些分享 也许会觉得有点意思 非常感谢来分队本期节目的支持 T1 Pro和P3 Pro 不仅拥有性能强劲的高速直线电机 同时也有极其优雅的机身设计 还有丝滑的使用体验 我们真的非常喜欢这款产品 以示巨红也推出了来分T恤刀的联名款 如果你胡须少长T恤 我们会推荐T1 Pro 想要叙叙的话可以看它的长须刀套装 如果你胡子面积较大 想要更高效的T恤体验可以试试P3 Pro 来风也提供了低镍刀网和不锈钢刀网 敏感机的朋友可以安须选择 那么还能用这台性能怪兽 来拍摄什么样疯狂的高速镜头 我们一点点不一样应该会经常用它 期待你的评论可以告诉我们 有什么你想看的用它来拍一拍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我们给我们点赞 投币 三连转发 这部分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再见 就是我们下来的 不合格的 您不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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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